似乎一直以来都流传着一个说法 老一辈都会说买车要买四门轿车 因为多一个尾箱等于多一个屁股 那么遇到撞车尾的意外是 能充当一个缓冲的效果 相反如果你开的是先辈车 那么就等于少了一个缓冲 那么意外受伤的几率就比较高了 所以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是当发生撞车尾意外 轿车真的会比先辈车更安全吗 我们对比同一车厂的两者 在车体结构上的差异并不大 均层同一个平台打造 由于相同的平台打造 底盘 架构和强度等多数都是差距不大 而先辈车仅仅只是比轿车少了一个车尾 先辈车将行李行和后排座椅连为一体 面对撞尾的意外 保护性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此外面对撞尾意外 其实被撞的后排乘客 很少因为外来物造成伤害 最大的伤害通常源自于撞击的力道 导致乘客往前摔头时 又因为惯性作用 头部弹回头枕 此时乘客的颈部 就会处于一个危险的位置 厂方也加入了安全头枕 减少撞尾后的伤害 而众多的模拟撞尾测试成绩中 根据实验的数据显示 两者在伤害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所以一部车 在安全性方面和车型没有直接关系 由于撞尾意外的摄氏车辆 多半是同一个方向行驶 撞击力和速度相对都比较小 而且在大部分的撞尾意外中 将后方的损毁程度 肯定比前者更严重 同时加上C柱的保护 一般先辈车在乘客保护方面 未必比三项车差 除非是高速撞尾 那么尾箱的西轴缓冲肯定比较好 但也只是好一点点 因为高速撞尾对于乘客的伤害 影响非常大